沒有刮乾淨 她是台灣彩券經銷商周湘玲 從她甜美的外表 不說可能看不出來 她從小就患有先天性青光眼 視神經嚴重萎縮 右眼全盲 左眼視力只剩0.1 對周湘玲來說 雙手就是取代視力的最好工具 我幾乎都是用觸感 用手摸的 像錢、硬幣、1500、100 我都是用手摸的 這樣一方面對我來說 有一個好處就是 可以辨識正假鈔 對啊 也不會收到微鈔 所以人家很多客人都說 我的手比驗鈔機還要厲害 因為一段錯誤的婚姻 周湘玲得扛下重擔 獨自撫養兩個女兒 還好在15年前開始經營彩券行 靠著她親切的服務態度 店裡生意越來越好 老客人全成了好朋友 很多人來店裡就捨不得走 一待就是半天 就是把客人當成好朋友 當成家人 我們對她好 他們也對我們好 像很多客人都變成好朋友 他們都會幫我修理電視 修理水管 還是幫我修理電燈 他們都對我滿好的 金營彩券行 不僅讓周湘玲擴大生活圈 結識了許多好朋友 經濟上得以自主 也才有能力獨自照顧兩個女兒 我有供應彩券她有辦法養活我女兒 說真的 她有辦法有這個勇氣 她有辦法走到現在 對啊 供應彩券是養活我女兒的最大資源吧 周湘玲堅持不在孩子面前掉淚 用開朗樂觀的態度面對人生 要做女兒的超人媽媽 不過她的堅強 卻讓身旁的朋友覺得心疼 我就說她這樣太辛苦了啦 就是 她真的是一個人當兩個人在操耶 然後還是有多勸她 就是說要找時間休息 我只希望老天爺 不要那麼快把我眼睛給收回去 因為我還有兩個女兒要抚養 我很想看到她們穿婚紗的樣子 所以我現在只能好好照顧自己 兩個女兒是支持她的最大力量 周湘玲說她相信 最苦的日子已經過去 人生沒有過不去的難關 未來的生活一定會更好 也希望和她有同樣遭遇的人 都能堅持下去 永不放棄